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8月8号父亲节的关天下新闻 我是李一帆 我们的新闻除了在频道中播出 也会在YouTube以及Facebook 关天下粉丝页进行直播 观众朋友 你也可以加入萤幕画面 右下角的QR Code来观看关天下新闻 新北市政府秘书处为了宣导 以及鼓励男性参与以及学习做家事 特别选在父亲节8号这天早上 在市府二楼幼儿园举办了一场热闹又逗趣的 快手奶爸包尿布PK大赛 希望借由包尿布比赛 让爸爸和宝宝有正向的情感交流 增进亲子间的亲密互动 新北市政府为了宣导及鼓励男性参与 以及学习家事 特别选在父亲节的上午 在市府二楼的幼儿园 举办一场热闹又逗趣的 快手奶爸包尿布PK大赛 希望借由包尿布比赛 让爸爸和宝宝有正向的情感交流 增进亲子间的亲密互动 这是一个很棒的亲子之间关系的建议 所以爸爸节的当下 我觉得我们要珍惜 每一分每一秒 跟我们小朋友之间的感情 所以爸爸陪伴我们全家 是最棒的爸爸节礼物 所以记得 今天的所有的爸爸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就回家吃晚饭 享受家庭幸福的快乐 这次比赛以宝宝和爸爸妈妈 为参加对象 规划爸爸的大手 为宝宝包尿布 每场次无名爸爸及宝宝上场 比赛以速度最快者为优胜 取前三名 而有铁汉之称的副市长 又宜也亲自下场 和新手爸爸PK包尿布 场面相当热闹 包尿布 已经很久了 都没有这个机会 替我们家小朋友 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刚刚在包尿布 第一个不熟 第二个压力很大 第三个不知道怎么哄小孩子 所以当一个爸爸 要帮小朋友包尿布 其实是一个 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不过可以借着包尿布 跟小孩子亲密的互动 有一个非常爱得 温馨的一个感受 秘书处也表示 希望透过这次活动 号召爸爸积极参与 宝宝的基本养育工作 让宝宝感受满满的幸福 也可以减轻妈妈的负担 婚姻关系会更美好 接下来欢迎视频长报道 未经许可求 咱俩 未经许可 也必须 未经许可